歡迎收看哥居然哥不會 耶 大家好 好 叫我旁邊就是 那個好哲情的發明人 我們的湯老師 對 像上次我們有講到 就是這把有沒有 木作的好哲情 那湯老師他也跟我講 好哲情他其實很多便利的地方 第一個好收納 然後呢 他有外接像這種小音箱 有沒有 外接上去 其實跟一般的吉他的音量 真的也沒有所謂差異性很多 然後 湯老師也跟我講一個 很好的使用方法 像他也是十大武器之手 獅神裡面有個好哲凳 所以老師來說 為什麼會發明好哲情 如果說在外面的話 他也可以隨身攜帶 然後保護我們製設的安全 所以上次我們介紹過 這樣子的木製的好哲情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請我們的 湯老師在介紹碳纖維的好哲情 噔噔噔噔 有沒有看到 大家好 對 手上這把碳纖維的好哲情 那我們接下來就由 湯老師一個人來示範 碳纖維的好哲情 有哪些功能 請看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手上這一把是最新版本的好哲情 那它最特別的地方 它是碳纖維的版本的 你看整次碳纖維的光澤 那這裡最新版好哲情 它有蠻多的巧思 一個是我們這邊有的那個 背帶扣 有一個拉環 可以把背帶扣在這裡 就不用板著了 還有再來是我們改變的 這個Light Out的位置 在這邊 還有就是我們有多加一個孔 有沒有看到這個小小的洞 那這個小小的孔 就是我們可以跟手機做鏈接 可以使用到手機的功能 那等一下會做分享 那再來就是 它最大的特點是 它就是這個燙纖維結構 因為它的那個重量非常非常的輕 可以拿來打棒球 可以拿來防身 可以拿來打壞人 這樣子 那它這裡一樣有兩個孔 一個是 如果你是習慣彈紙彈的話 就可以用這個地方 如果你是習慣彈這個名謠吉他的話 自彈自唱的話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孔移過來 那我們這個好哲情 就是標榜什麼樣子 你可以在任何場合 任何地方 任何時間 都可以自有自在的彈琴 那這個燙纖維版本呢 它的重量輕 更需便於攜帶 會是你最好的選擇 那我擺這個姿勢呢 就是它兩個孔的位置 那我們接下來展示一下 它的使音器的新功能 那現在我們來介紹一下 這個使音器的功能 這個使音器 我們是花了好多的時間 好多的錢 新家彈廠才研發成的 那除了最原本一般的 我可以調這個高音中音低音 他們有說本來的聲音 好調Bass 還是我調我的中音 還有調我的高音 還有調我的高音 好這幾個基本功能之外呢 那我們本來是計畫在面板上 做加更多的功能 但是我們發現 如果只要透過手機的話 其實我們只需要多一個孔就夠了 所以這是我們後來研發的成果 好哲情可以透過這個 手機連輸的線 那這時候我們就要切換一下這個 切換牛 好本來的聲音是這種 好之後就變成 好它就可以利用手機上的效果器 這是一個免費的App程式 那下載完之後就可以直接裡面做連結 這樣子 那這個手機的這個App呢 我們來可以試一看它的不同功能 好比說我們試一下它的 那個Delay的功能 好 記得開強一點點 好把它關掉 好我們看一下還有什麼可以玩的 還有一個 有一個 Easy Loop 就是簡單的一個 可以錄音回放的 好我們試一下它的效果如何 好我們試一下喔 來看看有沒有回放出來 碳纤维好则琴还有一个功能是它可以跟手机的音乐做连接 那就是很单纯的把YouTube的音乐 好比说我随便选一首歌 那我希望我今天表演精彩一点呢 我就把YouTube里面的音乐当我的背景伴奏 然后来表演 像这样子 好的琴既然作为一把旅行吉他 那我们在旅行的时候 如果有音乐创作的灵感 那我们想要随时记录下来怎么办 所以我们就开发了这样一个录音的功能 那我们录音呢 是因为直接賴音的话 就不会有任何的外界的声音做干扰 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个录音功能 你也可以去网络上下载任何一个录音程式 那这个时候 我们现在把这个按钮啊 把它推到这个S的这边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进入这个录音的功能 那怎么录音呢 我随便点一个录音键 好 那现在我随便弹一小段 那接下来如果我要回放我的录音呢 我只需要把这个推到我这个W的功能 相信 滕老师介绍完 碳纤维好哲情之后 哇 这样看哦 他又有古典名谣吉他 又可以变成电吉他 真的 一击在手 妙用无穷啦 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我们会po 滕老师的那好哲情的 网址地址 那你可以去参考一下 如果喜欢我们这支影片 那帮忙聚心理失智 按赞 按分享 还有按追踪好不好 那我们期待下次再见咯 拜拜